美国国务院罕见的公开证实对台军售 美国国防安全工作署公布七项军售资料 多款飞弹以及鱼雷 还有四艘既得及驱逐舰电战系统 部分项目我国早在欧巴马任内就提出 如今都在川普第一次的对台军售清单上 这是最可怕的计划 你破坏了这个基础就损坏两岸关系 也会损坏台海的和平稳定 到头来对美国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 我们对这个台湾关系法历来是反对 中美之间有三年联合公报 这是美国承担的国际议律 他不能把他的国内法庭价 以他国际议律至少 台美拉高军事交流 让大陆火大的不止一桩 前一天美国参议院军委会 通过军舰可停台湾港口 陆媒社论观点大陆应该反制 根据不同情况 军舰通过海峡中线贴近台湾海岸 甚至派战斗机飞越台湾 而且眼下马上就有类似机会 川普上任之后 我们看到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似乎又比较好 那么最近传出来说 川普愿意卖比较高级的武器 给我们台湾 专家说第一个一定要拿 那个反辐射飞弹 不过国防部说你们都猜太多了 怎么会专家也猜媒体也猜 国防部说我们谨慎评估 请问这个反辐射飞弹 到底有没有可能将来就真的被我们猜中 这次台美军售来讲 其实我们本身来说 它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 那进行一段时间怎么一回事 其实在欧巴马政府去年 他基本上来讲 就已经评估了一笔大约总价 十亿美元的军备 准备要出售给台湾 但是我们知道去年 美国有一件很大的事情 美国总统大选 总统大选的情况来讲 通常旧政府会把这个东西 把它留给新政府在做考量 对 就让川普考量 甚至于你川普要加码 那当然就欧巴马政府来说 我也没有意见 因为他也已经下台了 那当然去年其实当时就了解到 当时台湾跟美国申购了很多的武器 当时美方通过的部分来讲 大约总金额是十亿 也就大概三百亿台币左右 那这些总金额来说 它其实并没有一个主要的 比如说一个大的新的武器系统 但是有很多武器是属于我们目前F-16战机 可以吸挂这个飞弹的部分 F-16用 对 那它当然最引人注意的当然就是 这个AGM-88HUM高速反辐射飞弹 那高速反辐射飞弹 它其实就是专门用来打敌方的防空雷达的 就是说雷达里面特别有一个射控雷达 那个F-16战机 它就可以发射这个AGM-88反辐射飞弹 中国的防弹系统 飞弹系统 因为其实以现在的两岸对峙的情况来说 大陆在大陆的东南沿海 部署了像S-300防空飞弹或S-400防空飞弹 它这个飞弹本身其实射程是很长的 那我们之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新闻 就是中科院他们自己要研发 一个什么呢 要自己研发天剑2的反辐射飞弹 但是最后放弃了 为什么放弃呢 因为就是天剑2的反辐射飞弹的射程 不够200 甚至不够300公里 也就是说大陆的S-300或S-400防空飞弹的射程 大概有300多到350公里左右 变成说你的反辐射飞弹的射程 不足大陆的防空飞弹射程 可能打不到它 因为你飞机一定要进去 然后到射程以内才能发射飞弹 但这个射程更短 那其实你今天你要使用反辐射飞弹 它其实是一个整体的 一个敌防空网压制作战的一环 那敌防空网压制是怎么一回事 就你今天你战机起飞以后 它不但要有电战机 因为你电战机进去的时候 要先干扰它的防空雷达系统 让你这个防空雷达系统 可能没有办法锁 或者飞弹发射上来以后 受到干扰 这个飞弹没有作用就掉下去了 在这个情况下 你飞机离它的防空阵地越来越紧 然后发射反辐射飞弹 逼它把整个防空系统通通关闭 那这个时候你的战机 就可以在对方的领空上 进行这个任务了 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现在大陆它拥有的防空飞弹 射程很长 动辄200多 甚至于350公里左右 400它可以打到350公里左右 那这个时候其实美方 它这是有出售另外一款 配套的这个武器 就是AGM-154 这个AGM-154 它这个飞弹是什么 它这个叫做联合巨外 那个公路飞弹 就是JSOW JSOW Joint Stand-off Weapon 就是联合巨外攻击的这个武器 那这个武器本身 它是发射以后 它本身不具备动力 但是它有一对小翅膀 发射下去之后 你看你看它那个翅膀丢下去以后 它那个翅膀就张开了 看到没 飞弹有翅膀 对那个战体 那个弹体丢下去以后 那个翅膀张开以后 然后它是一个严惩翼的一个套件 也就是说它这个翅膀 那个套下去 那个丢下去以后张开 然后它那个就变成一个 像小的滑翔机一样 这个小的滑翔机 就可以让它飞得很远 那它就可以借由这样 而且它又是GPS精准导引定位的 也就是说它丢出去以后 可以借由原先GPS定位的这个目标的这个坐标 然后把它丢到那个敌方的防空网上面 那这样的话 而且对它又够小 而且它本身的这个外形 你可以看到它也是一个逆中 也就是一个隐形的一个设计 让它能够丢出去 然后滑翔到敌人的这个防空飞台上 阵地上空的时候再爆炸 蛮好用的 对这也可以压制敌方的这个防空网 那当然这种两种的这个武器 过去一直有说 这个是属于一种公式性的弹药 但是对于现在那个两岸情况来讲 我们刚刚讲到 那其实我们的这个对手 它现在所拥有的这种先进的这种战机 数量也越来越多了 然后再加上它其实还有短程 地对地飞弹的这个压力 所以对我们台湾来讲 你今天一定要能够把在那个海峡当面的 地对空的防空飞弹系统 加以综合以后 这个时候你才有可能去攻击 敌方未发射的短程地对地的飞弹 所以因此AGM-88跟AGM-154 这两种飞弹对台湾来说都非常重要 当然在过去来讲 这整个飞弹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 军售的一个议程了 那基本上来说 本来欧巴马政府去年就要准备 对台湾宣布这几项的这个军购 但是呢因为刚好我们讲了美国大选 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较 零附件性质的这个东西 也有像比如说以我们现在来说 我们的F-16战机 我们不是要做性能提升吗 付款也到了一个高峰期 然后另外其实还有像爱国者也要付款 然后所以呢 我现在整体来讲 国防部其实得到这个预算 可以说相当的不够 今年只有3100多亿 那怎么买啊 对啊 所以你看3100多亿 然后折合美金大概差不多等于100亿美金 等于说你看 你光这100亿美金的国防预算里面 大概又有50亿 要做这个人员维持费 然后剩下50亿里面 又有25亿左右 要拿来做那个作业维持费 真正能够投入 好少 对其实真的还蛮少 所以你看以台湾来说 要能够满足防卫需求 国防预算真的势必得要增加 那当然除了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部分以外 其实未来你说下一个阶段 那个川普政府会不会卖给台湾一些 更这个 以系统为主的这样一个军购呢 那当然现在大家讲说 F-35我们当然是对我们来讲 当然最想要买的 但是我们刚刚讲到 你看F-35 钱不够啊 对一价就将近1亿美元了 那等于说你看你每一年能够用来投入在 装备的这个购买上面前 大概只有25亿美金 你能够买多少 这当然是个大问题 也就是说今天 我们如果国防预算不增加的情况下 你今天美国就算真的说 好我今天F-35卖给你台湾 我们还买不起那旗 第二当然了 以现在台湾来说 我们现在现有的几种二代机 幻象2000 F-16跟FC-K1 金国战机来讲 幻象2000的升级可能遥遥无奇 所以空军未来势必得要面临去决定 这个飞机要不要使用下去 如果不使用的话 那我们势必必要像跟美国租用 或者说增购一批F-16战机 那到时候美国愿不愿意出售 其实这个东西也要看 就当时那个整个台湾周边的这个环境 还有就是台中三角关系 才能够看最后美国是如何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